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绿阳鲸 aka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 这部影片非常非常的重本 哇 没想到我真的买了 花了两个月的薪水 甚至是超过两个月的薪水 差不多四万块 买了这个 沒錯也感謝大家 我們快要到10萬訂閱 那既然要到10萬訂閱 我想說除了10萬的特別企劃 還在構思 各位有什麼10萬的特別企劃 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講 但是10萬訂閱 我打算 犒賞一下我自己 雖然花這一波下去是心很痛啊 兩個月多的薪水直接不見 直接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犒賞自己 我買的是什麼 我買的就是這個 嘿 欸要慢慢放下來 這個不敢去摔 沒錯 我買了 我考慮了很久 終於買了 Sony RS100M7 堪稱是VLOG的神機 我買了一個套裝組 就是相機加上這個握把 是37,900 然後再多買記憶卡跟這個電池 然後以及之前有買一個麥克風 全部買一買超過4萬塊 好多 好多 這個兩個月的薪水就這樣不見 不過 就是10萬訂閱給自己的一個禮物 我買這個的原因 邊開箱邊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我買這個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 我本來是還想要再買一台 就是簡單輕型的筆電 因為之前在冰衣那支影片有跟大家聊到 我想要帶大家一起去環遊世界 一起去挑戰日本 環遊日本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就是 帶著這一台 這一台的Canon 80D 然後以及我這一台很重的MSI的筆電 我整個背起來 整個背起來超過5公斤 我的包包就不能放什麼其他東西了 所以 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所以我就想說 我要買一個輕型的筆電 加上一個輕型的相機 然後我可以帶出國 很快速的在外國剪片 在外國傳資料 在外國拍片 非常輕便 可以隨時隨地帶著大家 跟我一起生活 我是這樣想啦 然後我去看了筆電之後 發現筆電也不便宜 然後我又去看了相機 發現相機不便宜 然後我就花了兩個月的薪水 先買這個相機 然後我接著要吃土了 要先吃土一陣子 才有錢再去買筆電 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各位 我們慢慢來 慢慢買 慢慢買 夢想慢慢實現 好 首先就是這個 多買的記憶卡 我買了兩張64G的 一張已經在相機裡面了 剛才在店裡面測試的時候 老闆已經放在裡面了 我現在很陡 第一次開箱這麼貴重的東西 80D還貴 但是我一直很想要 當它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非常想要這台相機了 然後這個是 這支送的這個做充電池 我先去充一下電好了 這盒裡面就有這個充電的 好 我們就來開箱 然後最後來稍微試一下這台相機 整個重量 整個比較起來的感覺 然後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是這一盒 這一盒就是 原本的相機 就要34,900 我是買一個套組 那 唉唷 相機最後開 裡面有這個手環帶 然後可以換成肩帶的這個套組 還有電池 那我電池的部分是 除了送的之外 還有另外買 總共是4顆喔 因為聽說 續航力是它比較差的一個缺點 所以就多買幾個電池來 UB 這盒先這樣 開到手都在抖 然後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喔這個 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啦 那個握把 欸沒錯沒錯沒錯 這個是握把 OK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握把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齁 那也非常輕 那 喔 按旁邊這個鈕 它就可以這樣上下 好我們待會來一起 配合這個相機 待會來測試一下 然後這個 這個是什麼 喔這是裝握把的 嘿嘿嘿 裝握把的 還有一個手鍊 怎麼那麼多手鍊 好滴 呵呵呵 好滴 再來是這個大盒裡面 最後一盒 又是一個電池 然後 這個是 接這個 來來來 這個是接我的 麥克風的 這個麥克風也是 之前 之前先買的 之前先幫這台 Canon的相機先買的 那 這個麥克風也是Sony的齁 這是Sony的這個 ECM 然後 XYSTEM 這個麥克風我覺得相當不錯 好 那我們先來 先來架這個指甲 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一個套組 我說真的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 日本的IG控制我一天 大家會發現 就是 我拿這台相機 這樣邊走邊拍 非常的累 我的手非常痠 就是如果要講超過五分鐘 拿著要講超過五分鐘 不管拍景色什麼的 只要 連續手持超過五分鐘 真的手會非常痠 手會非常痠 而且 放在包包也有點大 不太好攜帶 說真的 我真的是對3C沒有很懂 但是這一台 不錯的感覺 目前感覺不錯 這個架上我的這個麥克風 你看麥克風連裝都不知道怎麼裝 等一下 這有這麼難裝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應該是喔 這樣進去啊 那這個後面怎麼卡這樣 喔喔喔 喔是這樣進去 這樣進去 看一個YouTuber 然後呢對這種相機 非常的不熟悉 你看連裝個麥克風 都很有問題 等一下 呵呵呵呵 是我真的不會用還是怎樣 等一下齁 喔有了有了有了 嘿嘿嘿嘿嘿 樂笑樂笑 輕鬆 Easy 簡單 簡單 用了這麼久 簡單 應該是這樣吧 欸 怎麼會是這樣 我是不是裝錯邊 待得喔 長得非常奇怪喔 ちょっと待得ください ください 卡住卡住 ください 好 搞定了啦 我打從一開始就裝反 一開始就裝反要這樣子 OK 這個麥克風的這個環節 這個是要在後面的 所以這樣子講話 這樣講話 才是OK的 好那我們先來開我們的重頭戲 來 重頭戲的部分 KINGJO KINGJO 登登登登登登 Sony RX100M7 這一代厲害的地方 比起以往RX厲害的地方 會讓我喜歡的地方就是 它這邊有麥克風孔可以接 然後它的螢幕 可以上翻180度 又有麥克風孔可以接 又非常輕巧 整個是VLOG神機 真的是所謂的VLOG神機 OK 那我就先來啟動 啟動之後 欸它真的很輕欸 真的非常輕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啊我們拿著這個 我先裝上去這個 指甲 然後我們兩組 我原本在用的這一組的相機 來跟這個Sony這一台BB看 這個重量 OK 整個裝上去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各位看一下 那 我來比較一下手持的重度 哇 差蠻多的欸 各位真的差蠻多的 我現在左手 非常的吃力 我現在要這樣上上下下 是非常吃力的 對我的左手 我可能再撐個兩分鐘就會不行 但是我這一手欸 現在整組拿起來 非常輕巧 非常輕巧 我還可以這樣 反正 喔等一下等一下 左手真的是快撐不住 我放一下我放一下 OK 那 我們馬上來測試看看 我可能還要多練個一陣子 把這一台搞定 把這一台練好練好練好 練好練滿這樣 欸 它也是可以用點螢幕去對焦喔 我稍微用一下 然後我們待會用這一台相機來 拍給大家看 有沒有麥克風跟它原本的 收音效果跟那個畫質的整個感覺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現在這個是沒有麥克風的狀態的測試 那這個整個 大家看一下 整個手感 然後聽一下聲音 這個其實已經是我拍了第三次了 我剛才在測試一些 就是它的什麼對焦啊 或者是它的一些光圈啊 快門啊 搞超久 我不太會用 我真的是3C白痴 然後用了超級久 因為一直拍出來 然後有的是有雜訊 有的又不夠亮 然後有的就是整個畫面感不太好 然後有的又是會卡頓卡頓的 所以我測試了很多 這是第三次 那這個是目前 這個是我現在覺得還不錯 感覺是還不錯 然後你們看一下 聽一下這個聲音 我估計在這個冷氣旁邊 然後你們聽一下 唉唷 你們聽一下這個聲音 那我現在來測試看看 就是換上麥克風之後的感覺 好 那這個是接上麥克風後 這個是接上麥克風後 那大家聽一下這個聲音的改變 不同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聽一下這個聲音 有沒有什麼差距 那這個是上低音號 吹響吧 上低音號 金吹 金安妮做的這個 吹響吧 上低音號 劇場版的海報 我首先去看 那我們簡稱金吹 金吹 真的好看 我昨天看劇場版 看到很難過 很好看 但是難過的原因 不只是劇情 而是 大家看一下這個 順便測試一下 這一台的對焦 OK 這邊有人物設定 池田金子小姐 那這位人物設定 池田金子小姐 其實是非常重要 金安妮公子裡面 非常重要的 一位人設跟作畫 那很可惜 她在上一次火災事件中 也是罹難者 那我們在這邊 也只能天佑金安妮 那我們繼續支持 金安妮的影片動畫 去買她的一些周邊 要支持她們 就是買她們一些產品 然後去看一下她們的劇場版 之後的紫羅蘭 永恆花園 我也會去看劇場版 總之天佑金安妮 感謝她們 帶給我們 非常多好的動畫 真的是要感謝她們 感謝她們 她們真的是英雄 那這次的事件 真的是 非常令人難過 那我們繼續來測試一下 相機的功能 我們來測一下遠近 跟測一下對焦的效果如何 好那這個是最遠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拉近 最多可以到這麼近 蠻遠的 海報上面的字 其實也都看得蠻清楚的 那我們稍微退一下 這樣 好那這樣子 海報上面的字 其實也都看得蠻清楚的 青春豬頭少年的海報 跟金吹的海報都蠻清楚的 那我們來拍一下物品 像這邊 其實物品的感覺都很不錯 OK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對焦 OK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對焦 好我們拿 拿很久不見的Baga 來測試一下對焦 OK 目前它是追蹤在我身上 那我們來看看 就是拿了這個 欸很快喔 好拿掉 欸 欸 很快很快 一秒 大概一秒 欸真的欸 大概一秒 好 不用一秒就馬上回到我身上 然後跟對焦在Baga身上 非常快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光圈 大光圈景深效果如何 拿到這麼近的話 後面的景深效果相當不錯 那拿到這個位置 欸 就稍微還OK 還不錯 整個感覺是還不錯的一個狀態 好那最後來講一下心得部分 首先先講這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它是上翻螢幕 那上翻螢幕的好處 就是之前很容易有觀眾在影片留言說 欸 綠眼鏡是不是都沒有在看鏡頭 都在看其他的地方 就是因為 Canon這台它的這個螢幕是在側面 所以我很容易 如果我要看畫面鏡頭的感覺的話 我很容易是看著右邊的 那就會像現在這樣子 假設我現在這個是看右邊 所以導致 我好像沒有在看你們 沒有在看鏡頭的感覺 那它是上翻 我現在看上面 我現在是看著這個鏡頭 整個看這個整個視角 整個畫面構圖還不錯 就很像是 我跟你們直接有比較有連結 就是我是直接看著鏡頭的上面 就有點像是直接看著鏡頭 好像是這樣 像這樣 OK 就是這個部分我覺得相當不錯 跟你們更有連結 眼神的對視的感覺更好 再來第二個優點 就是他可以接外接麥克風 雖然這台也可以 但是現在我們就要講到第三個 最重要的優點就是 非常輕 如果大家有看 之前的這個 IG控制我的一天 日本片那一集的話 就會很明顯的 我在最後的時候有講到 就是我這樣邊走 我最後在吃完飯 然後邊走邊講 講三五分鐘 在日本那幾天 很容易這樣子拿著講三五分鐘 手其實真的很痠 手真的很痠 然後 非常吃力 真的非常吃力 就是因為很痠 然後到後面會抖 然後螢幕就會晃 就是會這樣抖抖抖抖抖 螢幕就會晃 其實不太好 就是在邊走邊講的話 其實這樣不太好 就是手會很痠 那我剛才測了這麼久 那這樣一直拿著這樣拍 其實手都沒有任何的痠的感覺 我覺得相當不錯 這一點非常得分 這一點就是我 為什麼要買這個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比較好攜帶 好攜帶出去玩 好攜帶出國 好攜帶去各個地方 那再來就是講他的這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他最遠 就是他可以拍攝最廣 就是只能這樣 只能這樣 跟這一台來比的話 其實是略顯不足 像Canon的話 他是可以換鏡頭 但是這一台 RF100M7 是不能換鏡頭的 他就是固定的這個遠鏡範圍 他就沒有辦法 最遠沒辦法到那麼遠 但這台就是廣角鏡頭 但是也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這台比較重 這是第一個小缺點 第二個缺點就是 他的電量真的是太少 他的除電量真的是太少 就是我剛才這樣測試 其實總共 整個拍個40分鐘的量 40分鐘的影片量 他就沒電了 所以我要買蠻多個電池 UBI 要買蠻多個電池 預備的 那這是第二個缺點 那其他部分我覺得就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的缺點 那這一台我還在摸索中 各種拍攝的模式 光圈 快門 對焦的方法 還有一些就是收音 什麼等等的 還在測試 還在測試 那這個手把好用就是 我可以按這個手把 就可以這樣 可以直接按手把 拉遠拉近 這蠻方便的 在那個手持的時候蠻方便的 好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感謝大家 我們來到10萬訂閱 這麼高的 好像變成10萬訂閱感線 不是 這個影片不是10萬訂閱感線 但是總之非常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支持我的影片 然後我才可以去買這台相機 然後我們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 就是 像一開始 其實大概七八千 欸這台相機大概是 六七千訂閱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YouTube完全沒有賺錢 就先花了一大波錢買這個相機 那很幸運的 後來有慢慢做起來 這台相機的那個 成本也有回收回來 非常開心 那我現在馬上 又花了一筆 這個兩個月以上的薪水 來買這台RX100M7 但是我相信這是一個 旅程 夢想的旅程 這台相機並沒有要結束它 我在家裡拍 因為還是比較廣角 我還是比較習慣 我在家裡定點拍的話 還是用這一台 拍一週系列 500元系列 但是出去拍 拿到任何外面出國拍 或是去外面挑戰吃東西啊 去外面挑戰什麼任何系列 就會拿這一台比較輕巧 我可以單人 就可以搞定一切 不需要再特別找一個人來幫我排 或是什麼之類的 總之就是 非常感謝大家 那買了這台新相機 是我十萬訂閱的一個給自己的禮物 那各種十萬訂閱的企劃 我其實還沒想好 大家有什麼想法可以留言跟我講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快要到十萬訂閱 這一個相機就是十萬訂閱給我自己的禮物 這台相機我希望 這台新的相機 還有之後可能要買新的電腦 要輕一點 但我現在沒有錢 要存錢 那我們就可以帶著我的新裝備 我們一起去日本 我們一起去世界 我們跟之前講的一樣 我要帶著你們一起環遊世界 一起挑戰世界上的美食 世界上的美景 跟我一起去玩 玩這個世界 那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可以一起做到這件事情 真的是打從心底開心 以後就是這台相機 可能會跟我出去 另外Canon這台就是在家裡 總之就是這台相機 就是我們新的夢想的第一部 我雖然不知道這部影片 發了十萬訂閱了沒 但是 這是我們新的第一部 有這台相機 有之後新的小電腦 出國任何時間 都可以拍片剪片 傳資料等等 我們可以一起環遊世界 一起環遊日本 一起去享受世界上 非常特別的 各種風情文化 去享受各種不同的美食 這台相機 將帶領我們 一起成為新的火影 沒錯 我們將成為新的火影 第八代火影 不是木葉丸 是我們 我們一起成為新的火影 這是什麼奇怪的結論 好 總之啊 非常感謝大家 那未來有更多好的影片 好玩的影片 這台相機 算是給我自己的一個 靠賞 那也是我們一起 繼續前進的一個開始 好不好 好不好 OK喔 好 那我是劉靖 喜歡這影片幫我訂閱這頻道 按讚開小鈴鐺 我們 下次見 拜拜 所以除了麥當勞的雞塊之外呢 我最喜歡的雞塊 就是摩斯漢堡的 沒錯 那就歡迎來到我們這一次 SG畫質 500人吃到飽系列 第五集 摩斯漢堡篇 沒錯 說到雞塊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摩斯漢堡的 比起麥當勞的雞塊 雖然很好吃 但是我 可能更喜歡 摩斯漢堡的雞塊